郑州京广隧道被拖出的公交车引发质疑 中企大肆采购美国农业用地国会议员拟立法禁止 中共是自由最大的敌人 曼哈顿集会捍卫自由 川普封凰城集会演讲称赞该州审计抨击州长 俄罗斯总统普京海军节阅兵释放强硬信号 全球港口告急 全球供应链面临崩溃时刻 东京奥运美国目前赢得十位奖牌 排名第二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西方支撑机卫两岸新闻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2021年7月26号星期一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郑州的洪灾中 京广隧道是受灾最严重的地点之一 外界高度关注那里的真实遇难者人数 灾情发生至今 大陆陆陆续续的传出了多个视频 引发民众质疑官方正在隐瞒实情 近日郑州民众拍下一则视频 一辆公交车从京广隧道被拖车拖着 缓缓地出了隧道 整个车窗呈现黑色 疑似被黑布完全遮盖住了 外面无法看清公交车内的情况 有多位网友质问 里面是啥 里面的人呢 目前仍没有任何关于这辆公交车的明确报道 但大概率和常识分析 公交车进入隧道前 进水前一定有大量的乘客在车上 毕竟市区的公交车没有乘客 空车的情况不常有 而当地的网友称 类似的进入隧道的公交车可能有6辆 即使不是6辆 仅仅是1辆或者2辆 可能的伤亡也将不得了 令人更为压抑的是 黑色是一种悲伤的代表 可能显示着结果并不太美妙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 郑州市的城管局党委副书局李平称 经过三天的抽水搜救 已经拖住了200多辆涉水车不到300 目测隧道内已经没有其他的车辆被困 但隧道内是否还有被困的人员 李平表示还无法确定 现在还不敢说一定没有 有关心关注京广隧道的网友 专门进行了自我统计和估计 称如果按照车辆数和车上的人员数量 5分钟左右大水灌满的情况下 逃生的几率如何 据一位在隧道附近侥幸逃生的车主自称 平时开车300米的路程就是一眨眼的事 而那天他从进水的车里出来 沿着没有过裤脚的水逆向而行 整整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走了300米 勉强的到了隧道口得以逃脱 想想多可怕 整个隧道1850米 离隧道口越远水越深 而且水流是成倒灌的状态 下到隧道的深部 还可能有距离出口300米远那位现场人员的幸运吗 目前很多市民在京广隧道附近等待着亲友的遗体 有市民烧纸祭奠 现场有中共的军人把守 仅仅阻止民众靠近隧道 根据本台记者林青和爱玲的采访报道 7月24日的下午1点30分 超过600位纽约民众来到中央公园的哥伦布圆环 参加由全球抗疫组织举办的大型集会 此次集会针对强制打疫苗 强制封城等措施 要求言论自由 行动自由 选择自由 集会自由 和健康自由 据悉 这次集会在全球45个国家 近200个城市同步举行 基督徒公益联盟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 等华人团体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并举办了历史图片展 揭露中共的百年反人类罪行 获得了在场民众的积极反响 基督徒公益联盟的邵俊牧师 是当天集会演讲中的唯一的华裔 他揭露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和中共的罪恶 他说今天的集会缘起是病毒大流行 而中共正是病毒的制造者 中共希望通过生物武器这种超限战 来征服全世界 因此我们必须反抗中共 邵俊进一步表示 中共百年来屠杀了上亿的中国人 剥夺了人民的全部自由 使中国成为最大的奴隶制国家 并渴望着控制整个世界 中共通过金钱收买和植入木马 广泛渗透到美国的政治经济 媒体高科技教育和文化等社会各个阶层 使所有人面临共产主义的威胁 他特别提及民主人士戈壁东先生 因为揭露中共收买助选美国议员参选人 而遭到多次谋杀 他警告人们中共正在毁灭美国 2022年纽约州长参选人 非裔建筑商吉布森 在观看集会后表示 我们应该尊重事实 不应因为经济上需要中共 就跟他妥协 尽管纽约州的5%到10%的东西 都来自中国大陆 但他仍呼吁要经济制裁中共 不能跟他谈生意 不能容忍中共迫害中国人民 吉布森说我是个基督徒 要坚守公义正义 不能因为钱 因为自己的利益的缘故 把正义良知出卖了 2022年纽约市皇后区 区长参选人汤姆也表示 美国人民一两百年来 一直为宪法 为民主自由而奋斗 而在中国 中共把老百姓当做奴隶 人民没有自由 他一直在为美国宪法而奋斗 也因此支持那些反抗中共的人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 美东主席白杰民表示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清楚 共产党就是个毒瘤 必须把它清除 共产党国家受迫害的人民都清醒了 例如古巴人民已经开始反抗 共产独裁政权 而这次郑州的水灾 很多人被淹死 就是中共无预警泄洪造成的巨大人祸 共产党没有能力治理国家 它就是靠杀人来维护它的统治 星期日 在曼哈顿的另一个地点 他们还举办了另一场500人的集会 主办方表示 为了让更多的美国人 认清中共本质和共产主义的危害 他们今后将经常来曼哈顿 以演讲和图片等形式 揭露中共的罪行 而不限于置在法拉盛地区 美国前总统川普 周六在凤凰城举行的 主题为选举完整性集会上 发表了公众演讲 他首先感谢亚利桑那州 在审计工作上所做的努力 他称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 是勇敢和不屈不挠的保守牌战士 川普还特别肯定了 几位共和党州参议员 尤其感谢了亚利桑那州参议院议长范恩 并称他监督了去年12月开始的这项工作 随后他也称赞了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主席沃德 川普在谈到沃德时说 亚利桑那的共和党主席是一个有巨大勇气的人 他真的是一个斗士 他与你们的州长做斗争 而州长却不做任何事情 川普随后抨击杜赛 在集会上不是非常受欢迎 今年4月 川普就指责杜赛对审计支持不够 另外川普在会上称2020大选时出现了选民欺诈 并称其为最大的犯罪 他说他希望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布尔诺维奇 能接受审计的调查结果 并做大家都知道必须做的事情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过去10年来 中国企业通过对美国农场和大型农业企业的收购 扩大了他们在美国农业中的存在 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日前在审议 对农业等相关机构拨款法案草案时 特别纳入了禁止由中国政府部分或者全部控制的公司 购买美国农业用地的条款 此外 已经拥有美国农业用地的中国企业 将没有资格申请联邦农业补助 法案仍有待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最终表决通过 在美国 农业用地的定义是 面积至少为10英亩的地块 或可从农业活动中产生1000美元收入的地块 仅在2013年中国双汇集团收购美国猪肉加工巨头 史密斯菲尔德的并购案中 中国企业就购得了14.6万英亩的美国耕地 到2020年初 中国业主在美国控制的农业用地约为19.2万英亩 价值为18.58亿美元 这些土地可用于耕作 放牧或者林业 加拿大是持有美国农业用地最多的国家 截至2019年底 加拿大企业和个人持有748.5万英亩美国农业用地 中国对海外农业领域的投资增速迅猛 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警惕 美国农业部201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从2009年以来 中国在海外的农业投资增长了10倍以上 来自华盛顿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 是禁止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业用地条款的发起人 这个月初 他在申请对农业农村发展 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机构 拨款法案草案的讨论中说 禁止中国人购买农田以及该土地获得美国农业补助的资格 将是确保美国食品供应链安全和独立的一个步骤 因为农业和粮食生产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现在对中国的警惕已经从高科技领域延伸到了农业和粮食生产领域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最近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也说 美国不能让中国来控制我们的粮食供应 他还呼吁拜登政府和国会尽快终止对外国人拥有的土地和所有农业的补贴 家庭农场行动的马克思维尔表示 随着美中关系持续恶化 让潜在的敌对外国实体在美国的中心地带拥有土地 将对美国构成一个重大的安全威胁 他说他们可以选择让这些田地休耕什么都不种 有些人对我说我们可以禁止他们把粮食带出美国 我说他们控制着土地 在美国产权可是很重要的 他们就会说好啊 我们不会在你的土地上种任何东西 在你的社区不会有任何税收 我们让那些生产线闲置下来 让那里长满杂草地价就会下跌 学校就会得到更少的税收 他们会留在那片农田上 他们有控制权 那是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 7月25号是俄罗斯的海军节 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海军阅兵仪式 普京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若有必要会对敌人发动无法阻止的攻击 当天50多艘舰艇48架飞机以及4000多名官兵 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以及克梁士塔德军港 举行了阅兵活动 参与阅兵的军舰方队在芬兰湾水域克梁士塔德停泊场列队 俄罗斯最新型的战略核潜艇弗拉吉米尔大公号 首次参加了当天的阅兵式 这是该艇服役后首次参加俄罗斯海军的重要活动 有俄罗斯神盾舰之称的海军上将卡萨托诺夫豪护卫舰 也参加了当天的阅兵活动 俄罗斯新锐舰艇的亮相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专家指出 近年俄罗斯在海军发展上来了一个大手笔 如果按照俄罗斯海军一个航母战斗群 需要大概七八艘舰艇的建造规模来看 俨罗斯海军这些舰艇未来服役后 足以让普京政府拥有四个现代化的航母战斗群 而此次纪念俄罗斯海军成立325周年的阅兵式 是对外界展示俄罗斯海军实力的强硬警号 印度变种病毒Delta 使全球原本趋缓的疫情再度爆发 加上中国与西欧近期饱受天灾的袭击 南非主要港口也遭到了网络攻击 许多因素把全球供应链逼到面临崩溃的危机边缘 国际航运商会秘书长普莱顿向路透社表示 对于全球供应链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许多国家为管控疫情禁止船员上岸 使得船长无法替换新一批船员上船作业 约有10万名船员因此受困海上 情势犹如回到了2020年疫情最初爆发时的景象 由于全球贸易大约90%都依赖于海运 这波船员危机已经搅乱石油、铁矿砂、食品 与电子产品等原物料、零组件、消费产品的供应 德国货柜航运公司赫博洛特则形容 现在的情况极具挑战性 船只运力非常紧绷 空的集装箱稀缺 特定港口及码头的运营状况并没有真正的改善 此外中国和德国近期遭受暴雨袭击酿成洪灾 也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目前正至夏季用电高峰 但由于郑州水患导致从内蒙古到陕西的煤矿运输线路 受到了阻碍、输出减少 德国也因为此次洪灾 使得陆路交通受到了冲击 货品运输量大幅度降低 由于亚洲和西欧是世界经济两大龙头 此番受创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减换 商品和原物料价格上涨 除了上述的严峻情况之外 目前全球各地的港口也面临罕见的严重堵塞 海硕集团美国中部行销副总裁克雷恩表示 所有公司现阶段都忙着处理塞在亚洲和美国港口的货物 恐怕要等到三个月才能处理得完 截至7月25日 东京奥运会上美国赢得了10枚奖牌 位列奖牌榜第二名 其中美国游泳队取得了有史以来 奥运会首个决赛日中的最佳成绩 但是美国女子体操队和男篮表现前加 美国神枪手莎娜 肌剑手基辅和跆拳道选手祖洛茨 为美国队囊括三千 美国游泳运动员卡丽斯茨 也在男子400米个人混合赛中 为美国队再添一斤 美国游泳队取得了有史以来 奥运会首日决赛日中最佳成绩 共赢得了6枚奖牌 使美国游泳队在奖牌榜上的排名 仅次于中国和日本队 但是美国体操队名将拜尔斯 在自由体操和跳马两项比赛的 预赛中表现欠佳 在高低杠上也出现了意外失误 导致了美国体操队 从2010年以来首次没有赢得预选赛 但是拜尔斯仍有望赢得本届奥运会的6金 因为他成功的赢得了所有个人赛 和团体赛的出彩资格 年仅24岁的拜尔斯 被视为是历史上女子体操运动中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 他在本届奥运会的目标 是打破他在巴西里约的奥运会上 创下的5金1银的记录 美国男子篮球队25号 以76比83输给了法国队 这是美国男篮从2004年以来在奥运会上的首次实力 也是美国男篮在奥运史上的第6次实力 报道还显示 美国男篮还将在下周三对抗伊朗队 下周六对战捷克队 之后才能决定美国队最后是否能够出现 击入四强 不过如果美国男篮再错失一场比赛 就可能将会难以击入前8名 美国男篮曾经连续25年赢得奥运会的金牌 只是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失利 当时只赢得了铜牌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您订阅转发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